木瓜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部让人唏嘘的电影 细红裤带的女人 影片女主阿秀是附近十里八乡最漂亮的女人 寄人介绍阿秀嫁给了村里的阿里 阿里为人老实芭蕉 家里十分贫困 就连娶老婆的钱还是问同村的二狗借的 二狗是一个地痞流氓 不久之后就让阿里连本带利的把钱还了 阿里无奈只能选择到城里打工还债 临行前阿里依依不舍 阿秀为了让丈夫安心 拿出出价时的红腰带 细在腰间表示自己一定会等阿里回来 阿里临行前嘱托邻居老王帮自己照顾家里 几个月后阿秀生下一个女儿 原来在阿里走的时候 阿秀已经怀有身孕 邻居老王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再加上阿里临走之前 嘱托他照顾家里 老王每天帮助阿秀挑水砍柴任劳 可是阿里一走就是音讯全无 一年里 二狗三番五次的上门要站 阿秀没有办法 把最后一点积蓄都给了二狗 可是二狗见阿秀长得漂亮 又是一个人就起了色心 晚上同谋不轨的来到阿秀家门口 索性一只野狗把二狗吓跑了 可是二狗贼心不死 第二天在阿秀割草的时候冲了出来 把阿秀一把扑倒 阿秀大声呼救 在田里干活的老王 纹身赶来 把二狗打跑了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阿里还是没有回来 因为老王经常出入阿里家帮忙 村民对阿秀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 而这时阿秀的公公 也就是阿里的父亲 身体越来越差 因为儿子失踪多年 儿媳妇也是被人指手画脚 一气之下可血而亡 婆婆也是每天叮嘱阿秀要守本分 可是常年守活寡的阿秀 经受这村里人的指指点点 也需要找人倾诉 一天阿秀在山上割草遇到一条蟒蛇 吓得阿秀从山坡上跌了下去 好家被路过的老王发现了 就在老王抱起阿秀的时候 阿秀太渴望男人的关怀了 一把抱住老王 其实老王一直都对阿秀有意思 只不过他知道阿秀是有父之父 不能乱来 二狗这么多年 对老王当年打他的事情 还黑暗在心 一天二狗偷偷来到阿秀家 脱走了他晾在衣架上的红腰带 然后放到了老王的枕头下 并告诉村民 阿秀把自己的红腰带 给了老王当作定情信物 果然红腰带被找了出来 二人百口莫辩 毕竟丈夫已经八年没有音讯了 婆婆也想通了 就让阿秀改嫁 之后成立打工的人回来 告诉阿秀说阿里已经死了 婆婆知道这个消息 绝望的和农药自杀了 阿秀在给阿里烧纸的时候 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红腰带 他决定嫁给老王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阿里突然出现了 原来阿里当年是被人贩卖到了山里挖煤 现在才逃了出来 老王知道自己和阿秀无望 就离开了村子 在这之后 阿秀和阿里因为长达八年没有联系 已经没有了感情 不久就离婚了 影片最后 阿秀在村里的帮助下脱贫致富 阿里再次背上行囊离开 电影完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 时间和距离真的是一把无情的刀啊 杀死感情的同时也杀死了人心 同时流言蜚语更是弯人心的刀子 一字一句都让人滴血 所以希望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 都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 看了我的电影就是我的人啦 点赞加关注 看电影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